有任务了是吧 有什么艰难的任务 这事不难 江以专车司机的身份 是给人拉活 然后挣到钱以后给孩子买一个营物 哎呦 哎呦有人 影帝啊 恭喜恭喜恭喜 谢谢 我这学学的你会了吗 还没呢 我这学学的你会了吗 师傅您贵姓我姓郭 啊 好可 滴滴专车为本次节目的官方出行平台 滴滴一下专车接驾 两位明星你们好 欢迎参加由同讯娱乐和同讯视频 联合出品的尖叫我路人 今天的任务主题是爸爸的礼物 本期嘉宾将以专车司机的身份 通过一天的接送乘客 以及完成节目组安排的固定任务 来获取报酬 为孩子买一份来自爸爸的礼物 任务规则 嘉宾们需要通过不断的接送乘客 把任务物品卖给乘客 每一单乘客只能卖出一个物品 价格自定 作为今天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 而另一项收入来源 则是每一单乘客的真实计费 两位嘉宾出发前会通过互相提问的方式 获取专车上需要售卖的物品 我先问了 来来来小哥 我在疯狂的石头里扮演的角色叫什么 一下就难住了 我都可以提醒你一个字 我姓包 包是红 你看啊 我还有这么好的人呢 来你问吧 说出我拍过的第一部电影的 我可以提醒你 最后一字是美字 十千九美 好 这个好 这个好 第二个问题 石头几岁了 七岁 错 我只能大义灭亲了 我儿子八岁了 八岁 王世玲几岁了 六岁 破 还没到五岁饭 我再问 爸爸去哪儿第七集钓鱼比赛冠军是谁 冠军 还就是涛哥 好像对 你你逆袭了 是涛哥 说心里话我也不记得了 竟然节目组来告诉我们一下 是我吗 是是是是涛哥 你逆袭了 你逆袭了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 又来一条 太容易了吧有点 快点 一下子就一条 一下子就一条 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没错 好好 我的体重是多少 呦 这不是真麻烦了 这个 差一两斤没没没 差一两斤可以 都可以都可以 我觉得嘛 你应该在七十八十七十七十八公斤左右 七十八公斤是多少 不到八十公斤吧 一百一百五十多 一百五十多 一百五十多 那还真不是 不非一百八十多 我是一百七十斤左右 一百七十斤啊 一百七十斤啊 根据刚刚的游戏比评 王月伦答对三题 得到卖上较好的一组物品 而郭涛答对两题 得到了颇具挑战的一组物品 一切准备就绪 两位司机老爸加油哦 我觉得 要是四五单的话 我觉得五百块钱 应该没问题吧 三三三五单 拉三三五个人 应该没问题吧 也差不多六百块钱 五六百块钱 现在开始出发 好 掙饯吧 这就开始了 汉湯湯湯 很熟 北县 要不吃